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像并没有随着年龄而变小 这也是他引以为傲的资本 你可少吃点吧 没听说过千斤难买老来寿啊 老伴担心老李饭量那么大 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每次吃饭都会劝他少吃一点 但老李却并不这么想 甚至反驳老伴能吃是福 饭量大的人才长寿 1.饭量大和饭量小的人谁才更长寿 关于这个争论 其实科学研究早有答案 在细胞代谢杂志上 研究人员通过增加热量和限制热量摄入 对受食者身体衰老指标进行对比 而结果却出乎一些人的意料 根据研究显示 限制饮食的那一组 身体胰岛素变得比以前更敏感 血糖指数下降了0.2个百分点 限立体的氧化速度也在变慢 换言之 限制饮食其实对健康更加友好 也就是说 单纯从饭量多少来看 饭量小的人或许能更加长寿 但是这也并不是定性的 饭量少的老人并不代表是主观意义上的少吃 而可能是身体吸收效率差 或者肠胃动力不足 从而导致食欲下降 而饭量大的老人反而说明身体营养吸收效率高 其实是一种健康的体现 总而言之 虽然从理论上看 饭量小的人更加长寿 但必须是主观上的饭量小 而不是因为受到衰老或疾病影响导致的 由此看来 饭量大小其实并不能作为客观的长寿标准 吃饭的习惯在健康中占据更大的比重 二 吃的少一点更利于健康 单从饮食量来看 这些年科学家们已经通过各种研究发现 吃的少一点确实对身体有益 一 利于长寿 瑞士科学家曾研究了限制饮食量与寿命的关系 发现一个人如果从中年开始限食 就可延长寿命 如果少吃20%的食物 就能让寿命增加20% 在国际著名期刊 《细胞代谢》上也有相关研究 限制热量摄入 对于延缓衰老 改善人体代谢有好处 寿命可能会得到延长 二 稳定血糖 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 美国布法罗大学2007年12月的一项研究中显示 少吃可把内脏和血管中囤积的脂肪赶跑 能大大提高运动和反应能力 对糖尿病患者来说 少吃对血糖的稳定有一定好处 还能降低心脏病和癌症的发病率 三 对抗老年痴呆 在老年痴呆症的研究中 科学家惊奇地发现 记忆力的减退和老年痴呆症的发生 与摄取食物较多有关 据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报道 在一项对50名平均年龄为60岁的老人的饮食 进行研究后发现 限制热量的摄入 对改善老年人的记忆功能有好处 因为限制热量可使人体胰岛素水平下降 炎症减少 进而激励大脑细胞改善记忆 而日本的一项研究也同样证明了这个说法 在对51名老年痴呆症患者与同龄健康者的饮食状况 进行对比研究后发现 男性痴呆患者摄取的食物与热量 要比健康者平均多30%以上 3.自查吃饭有没有以下几种习惯 1.吃饭只吃8分饱 限制饮食其实是更有利于长寿的 但对于中老年人来说 日常基本的营养供应也非常重要 因此吃饭时保持饱而不饱的状态 也就是8分饱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承认了8分饱的说法 既能保证足够的营养供应 又能达到控制饮食帮助长寿的效果 2.吃饭时间比较长 一直以来细嚼慢咽都是公认的健康饮食方式 将食物咀嚼的细细的咽下 不仅能够减少咽喉和食道的压力 也能降低肠胃消化的负担 提高营养的吸收率 所以如果你吃饭的时间比较长 大概率代表你咀嚼的时间比较长 这是一个好的习惯 每口食物咀嚼大概15到30次左右 相对来说更健康 3.吃饭时很专注 不看电视不说笑 美国俄亥俄州医学政府资源中心 曾经分析了近1.3万居民的饮食习惯 结果发现吃饭不看电视的人 比吃饭看电视的人肥胖率减少37% 这是因为在吃饭时看电视 神经注意力会被分走一部分 食欲抑制的速度会变慢 从而导致你吃下去的食物变多 久而久之就会形成肥胖 而肥胖是心血管病 高血脂高血糖的根源 由此可见 如果吃饭时不看电视 也不说笑 专心致志地干饭 往往并不会出现饮食超标的情况 肠胃负担和肥胖隐患减少 自然是有利于健康的 除此之外 饮食种类同样很重要 对于中老年人而言 长期吃错误种类的饭 对健康影响也很大 4. 几种饭中老年人要少吃 1. 口味比较重的饭 比如咸菜比较多的饭菜 或者是盐放得比较多的饭菜 中老年人要尽量少吃 不仅仅是因为中老年人吃盐多会导致高血压 还因为中老年人的味觉普遍比较迟钝 即便是吃含盐量高的食物 也不会觉得过咸 养成习惯后导致盐分过量摄入 对健康的影响也会更大 所以口味比较重的饭 中老年人吃起来没分寸 盐分摄入过量同样会引起疾病和衰老 2. 吃太烫的饭 过烫的食物强行吃下去 会对健康造成损害 北京疾控中心曾经呼吁 长期吃温度超过口腔和食道承受极限的食物 会导致食道和口腔出现破损和溃疡 要谨记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口腔和食道的承受温度在60度左右 日常饮食的温度也要保持在这个范围内 步入老年期之后 基础代谢率下降 体力劳动与运动量减少 对能量的消耗会越来越低 吃饭时老年人应该注意些什么 5. 老年人这么吃 离长寿更近一步 1. 十个拳头的饮食量 用你的双手来衡量一天的饮食量 吃够体积相当于十个拳头大小的饭量 一个拳头大小的肉蛋类 两个拳头大小的主食 两个拳头大小的豆奶制品 5个拳头大小的蔬菜水果 2. 食物种类要丰富 老年人的饮食要注意丰富种类 注意荤素搭配 粗细搭配 做到平衡膳食 每天应至少摄入12种以上的食物 3. 摄入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 如瘦肉类 鱼 虾 豆制品 蛋 奶 4. 食物质地已软一点 由于老年人消化系统功能有所下降 饭菜质地应以煮熟 软烂为宜 尽量避免纤维较粗 不宜咀嚼 生硬油腻的食品 总之 民以食为天 对于中老年人来说 吃饭是一门健康长寿的学问 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调整错误的饮食种类 才是正确的选择 渐渐康康吃饭 开开心心长寿 何乐而不为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你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唐唐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 与互动